同样在南台湾 检察官侦破了一起药局勾结医师 诈领健保费的案件 涉案人员包括了三名 鼠立嘉义医院的医生 而他们使用的手法是向病人表示 可以提供围骨粒等药品 再拿病人的健保卡倒刷 诈领保费 得手金额超过千万元 目前这些涉案的医生 有人被交保 有人被收押 台南地检署破获药局勾结诊所 医院医师诈领健保费案件 在嘉义开设两间药局的 黄姓负责人 涉嫌从98年1月起 以换取尾骨粒等常备药品 又使民众交付健保卡 再转交医院和地方诊所医师 未照不实就诊记录 其中还包括三名 鼠立嘉义医院医师设案 这家公立医院所诈领的52万元 这家私人诊所诈领的163万元 以及这几家药局 诊讯后地方诊所许姓医师和药局 黄姓负责人遭生押获准 而鼠立嘉义医院三名医师 可以十万元交保后船 鼠立嘉义医院方面表示 其中两位涉案医师已经退休 另一名县职医师以计大过处分 另外清查过程中 南检进一步发现 涉案药局黄姓负责人 利用医师释出处方间 取得管制药品 实地诺斯超过五万颗 在高价转收给民众获取暴力 由于实地诺斯属于失眠症用药 需要处方间才能取得 不知其民众取得乱用 将严重危害用药安全 检方也要追查流向 记者李淑莫招全南部报道